儿媳妇,我们人都到齐了,现在就等你过来了,我和你公共的金婚宴你可不要迟到了。 婆婆,你们不用等我了,我就不过去吃了,我知道我今天不该在你的大好日子说这些的,但是我实在忍不了了,我要和你儿子离婚,在你二老大喜的日子提离婚,还请你原谅我。 儿媳妇,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好端端的,你和小凡怎么闹起离婚来了,儿媳妇,你跟我说实话,不要替他隐瞒,是小凡外里有人了,还是他欺负你了,你肇实跟妈说,你放心吧,妈会给你做主的。 婆婆,事到如今,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小凡这次做得真是太过分了,他触及了我的底线,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他。 婆婆,我嫁过来也好几年了,我这个人你也是了解的,结婚之后,我为了家庭放弃我自己热爱的事业,一心一意地在家相夫教子,做老公的嫌内住,这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但是我真是没想到,我一心一意地付出,换来的是他对我及我家人的冷漠无情。 昨天我妈在家做饭的时候,突然晕倒了,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心脏病,需要住院治疗,医生让交三万块钱的费用,可是我爸爸手里只有一万,所以就过来找我们借两万块钱,可是给小凡打电话,小凡死活就是不肯借,为了等他下班回来后好好商量,就等到晚上了,已经没车回去了。 所以我爸想在这边住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再回去,可是没想到,小凡回来之后也是死活不肯借钱,甚至还嫌弃我爸穿得脏,不让他在家里住,就给我爸一百块钱,让他去外面吃饭和住宿。 到最后,我爸不舍得花钱,直接就在楼下的摇椅上睡了一个晚上,小凡真是太狠心了,就现在这套房子还是我父母出钱买的呢,结果却让他连住一晚上都不能住。 我都不知道,我爸在摇椅上躺了一晚上,是我妈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的,我妈在电话里头气不成声,我爸还哭着说白养个闺女了,这么多年就养了一个白眼狼。 当时我听到这些话,我的心都碎了,是我不笑,是我对不起我爸妈。 小米,你也别难过了,这件事确实是小凡做得不对,妈会给你做主的,我现在马上给你转三万块钱过去,先给你妈看病重要,如果不够的话,你就尽管跟我说,我来帮你解决。 谢谢婆婆,你不用赚了,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当时我跟我的朋友借了钱,交了费用,我妈已经做完手术了,现在我妈的情况基本稳定住了,但是小凡的做法依然不能让我释怀, 我父母手里之所以没有积蓄,都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给我买车买房了,而且婚后这几年,我也都没上班,全职在家相夫教子,也没能回报他们,可是小凡呢,他上班挣钱,除了每个月给我一点生活费之外,剩下的钱他都自己吃喝玩乐了,就算是这样,他手里也应该有点积蓄的,他应该是可以拿出来的,可是他死活就是不肯借,他的做法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这样的老公我要来还有什么用 小米,你要冷静,千万不能冲动,知道吗,冲动的时候可不能做决定啊,妈也给你赔礼道歉了好吗,是妈对不起你,是妈对不起你父母,是我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让你让你爸受委屈了,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你等着,我现在就给这个混账东西打电话 婆婆说完这些,立马给自己的儿子打去了电话 妈,这个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你有话快点说,我还忙着呢,今天可是要谈一笔大单子,你可别耽误我的正事 张小凡,我问你,你为什么把你老丈人赶走,你丈母娘心脏病晕倒住院需要三万块钱,人家找你借两万,你为什么不肯借给他,你是不是要把我气死才甘心,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良心了,你可别忘了,你现在住的房子,用的车子都是你老丈人出钱买的,你老丈人对你那么好,现在轮到你老丈人那边困难了,你不借钱也就算了, 居然还无情地将他赶出去睡街头,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你还是不是人了 妈,这都是误会,我当时也是喝多了,头都是不清醒了,脑子晕乎乎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就直接给一百块让他吃饭和住宿 再说了,我给他一百块钱也算是人之一尽了,要是换成别人,我是一毛钱都不会给的 张小凡,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连这种大逆不到的话都说得出来,你还是不是人,那不是别人 那可是你的老丈人,你丈母娘都那样了,你都可以坐视不管,你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亏你老丈人对你那么好,花光所有积蓄给你买车买房,你这样跟白眼狼有什么区别 妈,真的不是我不愿意借给他,是我自己都不够花的,哪里还多余的钱借给他 而且他自己有女儿,他没有钱不会自己找小敏借嘛,为什么找我呢,他们又不是我的父母,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还有就是,如果我今天借给他们两万,说不定改天张口又来借几万呢,我可不想纵容他们的贪念,这样以后会越来越难控制的 张小凡,你给我闭嘴吧,看你说的都是什么混账话 你作为别人家的女婿,对丈人丈母娘就应该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他们,可是你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管不顾,还怕他们来讹你 我告诉你,就算是讹你也要借给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你的亲人,难道你连这种简单的为人处事你都不懂了 妈,你这些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妈,好了好了,我还有事要忙呢,你就别说这些破事了好吗,我的事你不用操心的,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解决的,你们就不用管了 有一点我还是要说的,我反正就是不喜欢别人找我借钱 那好,这件事先放一放,我再问你,你为什么不让你老丈人在家住一晚呢 居然让他在楼底下睡摇椅,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妈,你今天是怎么回事,他当时身上穿的那么脏,我怎么可能让他住在我家,我家的床单 被照都是新买的,让他睡过都脏了,我又要花钱买新的了,我不又得多花一笔钱吗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老丈人只是穿的旧而已,怎么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你连你老丈人都嫌弃成这样,他变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吗 他的钱都给你买车买房了,他平时不买衣服也是为了勤俭节约 你老丈人本来也是个爱干净的人,你这么说他就不觉得亏心吗 我不管这些,反正现在房子是我的,家里就我一个人说了算 我不让他住,他就不能住,谁也管不着我 再说了,他花钱给我买车买房也是为了他女儿,我没有什么可亏心的 小凡啊,你知不知道,每个人都有底线的 小敏的底线就是他的父母,你已经触碰到小敏的底线了 他现在准备和你离婚呢 离婚,妈,你跟我开玩笑的吧,就他刘小敏敢跟我离婚吗 他不敢的,也就是嘴上说说吓唬的话 妈,你就放心好了,他不敢和我离婚的 这一点我很有信心,现在他就是个黄脸婆 离了婚谁还会要他 小凡啊,你口气还真大,我想知道这是谁给你的自信 你说这种大话我都替你脸红 小凡,你别不知好歹了,及时回头吧 小敏如果真的跟你离婚,你就会变成一无所有的光棍汉了 妈,你就别管我的事了,放一百个心吧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心里是有数的 只要我用对方法,这个家就不会散的 这也是我经营婚姻的一种手段 你那个年代的观念早就过时了 张小凡,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到现在还在死鸭子嘴硬 你真是无药可救了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在母亲和儿子争执完后 小敏又给小凡打来了电话 好你的刘小敏,你胆子肥了是吧 既然敢和我妈告状,让我妈来骂我一顿 看我下班回去怎么收拾你 你现在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你有话快说,有屁就快放 张小凡,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是想通知你 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碰我的底线了 我不可能再继续忍下去了 我们离婚吧 这段婚姻我真的累了 也不想再和你继续过了 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冷血动物 就该打一辈子光棍 想拿离婚来吓唬我是吧 刘小敏,我还告诉你 别以为你和我离婚我就会叛你 以我当初的条件 当初追我的女人一大堆 我选择你当我老婆 你竟然还不懂得珍惜 敢和我提离婚 你看看你自己 你现在就是一个黄脸婆 难道你不怕离婚以后没人敢要你吗 张小凡,我真是没想到 你都死到临头了 还在死丫子嘴硬 你还真是够自恋的 但是可惜了 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我也不想和你吵架 既然过不下去了 也没什么可吵的 我已经把离婚协议放在房间了 你要是同意离婚 就把名字签了 如果你不同意 那我就会去起诉你 直到离婚为止 我心意已决 这件事在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婚非离不可 好啊 刘小敏 你真是够狠的 难道就因为我没有借钱给你爸 你就要和我离婚 就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有必要这么小提大做吗 既然你敢提离婚 那我就奉陪到底了 不就是离婚吗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结婚时你所有的钱都在我这里保管 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就行 既然是你要离婚的 那你马上收拾你的东西 从那个家里滚出去 我下班回到家 不想看到你的身影 真是太不知道天道地后了 既然敢跟我离婚 还有孩子 你也带走吧 我可不想要那个赔钱货 我让你带着一个脱油瓶 看谁还敢要你 看你还能不能了 我呸 张小凡 你是不是得了健忘症了 这套房子可是我的房子 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要走也是你走好吗 还有你手里的那张卡 我已经打电话挂湿了 然后明天重新补办一张新卡就好了 所以离婚之后 变成穷光蛋的人是你 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此时的老公听到小米说的这些 顿时慌的神 赶忙讨好小米 老婆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你真的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以后一定会改的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爱你一辈子的 你不是也说过会爱我一辈子的吗 我求求你了 我们不离婚了好吗 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 你可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可以吗 够了 闭上你的臭嘴 不管你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我以前爱你是真的 但是我现在爱不起了 所以咱们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就好聚好散吧 老婆 我错了 我跟你道歉好吗 我真的不能和你离婚 要是离婚了 我可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很好 我也不想失去你 这次真的是我做错了 但是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改的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一定会把你父母 当成亲生父母来对待 等一下我就去跟你父母道歉好吗 而且 我父母一直对你很好啊 咱们要是真的离婚了 我父母肯定会很伤心的 你就看在二老的面子上 原谅我这次好吗 够了 张小凡 你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你说什么都晚了 因为我心意已决 这婚非离不可 没有任何转环的余地 最终小敏决定和小凡离婚 正好碰到公婆的金婚宴纪念日 此时对公婆的打击也很大 公婆回到家也是很伤心 但是又无可奈何 而且 小凡最后还是净身出户的 因为无处可去 所以 她想搬去父母大力柱 被母亲关在了门外 小凡站在门外泪流满面 肠子都会轻了 但是 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了